今天R1要來鮮花的 是我們台灣的頭條蜜蜜 那你 有台的節目 掛了 那沒關係啦 R1就是要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說別人不敢說的話 好 咱們來準備 我請教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養一條狗 你會怎麼樣 我啊 我會牽他去散步 還會帶他去大小便 好 很好 如果你生了一個小孩 你會怎麼樣 哎呀 我想這輩子應該是不可能 自從我踏上了菊花這條不歸於之後 這個問題曾經困擾我很久 你不怕了 你比較認真好不好 好啦 如果我有小孩 我會好好的愛他 好好的教育他 讓他可以做個有用的人 這就對了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 像這種gay有沒有 都知道要對小孩子要用愛心 要用相義 讓這個小時候呢 充滿了溫馨的回憶 死阿萬 我是gay是又是哪裡惹到的 今天到底要談什麼鳥心啊 今天呢 我就是要說的 這是我們社會上的宗教亂象 喔 宗教 那阿萬我提醒你 說話要小心一點 宗教是我們得罪不起的 放心啦 今天呢 我要跟他們拚了啦 這算我的一包位子 被人家吵而已啦 我也心甘情願啦 好啦 那你趕快吵吧 好 之前 在某大賣場 有一個小女生 吃喝拉撒睡 通通在那個大賣場 就講一個月 你說有通報喔 原本喔 我以為這個小女生很可憐 因為我心長人嘛 我就在想喔 這個小朋友的他媽 跟爸爸 沒有啦 我是說他媽跟他爸爸 你去聽到哪裡去了 應該是很強 要不然喔 就是很忙 沒扣過這個小朋友 才發現這個有事情 結果喔 他媽的是個有錢人啦 喔 你怎麼會知道 你在他家當飛翁啊 翁 翁你媽媽在十八歲啦 這十八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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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喔 髮水叫皮啦 一十八歲啦 好不好 你罵你的功力進步了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媽的說 他爸爸已經死了 所以把這個小雲 送給他姑姑來護養 但是這個姑姑說喔 他媽的曾經說過 小雲喔 是這個惡靈轉世 齁 我就在想喔 他媽的到底是在信什麼懶教人 喂 阿嬤 我們已經被警告了 你是不會看字幕喔 我是說爛教啦 你是在想歪的很爛的宗教啦 是你那個亂想的怪我 好的宗教 吃藥 教人家 有沒有像什麼 神愛世人啊 我愛慈悲啦 大春雨童啊 這些喔 都是欠人向善的 哪有人說自己的小孩是惡靈的 嗯 這樣說也是很有道理啊 會嗎 如果小雲他媽的在發生 這個新聞的時候有沒有 還開這個記者會 我以為喔 是哪個那個什麼電視明星那會兒 而且有沒有 穿歪歪有沒有 而且他講話有沒有 還要把這個小雲有沒有 領養回去啦 所以那個時候就想說喔 可能是喔 他咕咕摸那個小雲他媽的啦 阿嬤 可是這件事情隔了一天 他又穿得很漂亮 開了記者會 還很堅決的說喔 說什麼 他說 他的衣服很漂亮 你乾淨薄了啦 說中間 好啦 他很堅持的說 小雲是惡魔 是惡靈 就是妖怪 拜你媽媽的小叮噹啦 我在想嘛 宗教信仰都是這樣做好事啊 而且要無威無貪無恥 要有情有義有慈悲心 所以喔 我想他媽的 到底是在信什麼叫 勞勢 沒有搞